着西乡因为地处山区部分的部落是使用检疫自带水的管线 但是最近着乐部落的检疫自带水管理委员会 因为主委改选出现争议导致管委会空转停摆 水管暴力也没有人修缮 让居民非常生气召开了部落会议来抗议 着西乡的着乐部落常常因为毫无预警的污水可用 还要面临就算有水 水压也非常的小 部落居民再也受不了了 让部落再一次召开会议 抗议县府漠视居民用水的权益 当今天早上就有村民跟我反过说 水变小 然后后来因为经过这样的事件 就大家也不敢在群组上面发问 因为害怕 应该是说被压制不能因为水而发生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发生这个问题了 只是说一直在今年从918地震过后 然后我们一直都水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 然后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管道 比如说像公所啊像县政府或是像代表啊 甚至有些人他们也会找地方的议员去解决 只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卓西湘因为使用检疫自来水管线 因此成立管理委员会负责收费与生善 但是今年9月原本的秋姓主委交接给新任主委程序 引起村民质疑没有按照新的组织章程 于是在11月11号进行改选 但是县政府至今还没有裹备 就是说如果送到然后我就应该要去做下一步的步骤 做交接可是因为爱与新的团体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到都没有收到那个县府的合备公文 或者是统一公文 所以就变成都新旧 就现在是目前是有点像是顶摆的状态 县府原民处回应 9月秋姓主委交给正姓主委程序并没有问题 部落如果要照开新的选举 也该由目前合法的正姓主委主持 管线维修的部分会先请公所协助 那如果透过部落会议来继续召开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意见 要不可以同意就好了 可是还是要回到 潜意自来水的方式去进行 发动临时会 就是说依照它的组织章程 它的临时会议 临时会议是要主委来召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或者三分之一的委员提起 提起再召开临时会议 这是它的主持商场规定 所以那天看起来第一个 主持人召开的不是维修主委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是 它也不是三分之一的委员提起要开会 就是部落会议主席他要开会 他就要开这个 所以按开会的这个程序的部分 看起来就这个部分好像也不太符合组织章程 就是召开的不是主委 也不是三分之一的委员提起要召开临时会 所以这个部分在组织长城上面 的确是一个带确定的问题 其他的部分我们没有意见 其他部落居民则是认为 管委会新就任主委之争 苦的都是部落租人 希望县政府能够积极协助 厘清争议 并且赶紧解决用血的问题 记者高松双着西乡采访报道